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积累下大量的宏观管理经验 期间他还随吴敬连参与了整体改革理论的研究 之后郭树清先后担任贵州首副省长 央行副行长和汇金公司董事长 2005年建行前行长张恩赵依受贿为双规 郭树清临危受命空降建行用七个月再造建行 并实施成功IPO 之后六年建行在战略转型和经营治理等方面 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郭树清驻树波峰在宏观经济学 比较经济体制等研究领域发表了论文文章数百天 出版著作十四部并两次获得孙一方经济学奖 2011年10月 郭树清与兴证监会主席一致 此后围绕发行退市制度多层次资本市场 打击内幕僵义 强制分红 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众多改革举措陆续出台 它就是一个市场化的理念 就减少管制 你看看它做的这些政策的话 总体来讲就是朝着一个市场 如果能够解决的 不需要政府的行政去干预的 就尽量地减少把这些门槛都把它慢慢地把它砍掉 它做的那么多事 实际上总理一个原则都是市场化的方式 郭树清语言直接坦率 他的一些语录在坊间流传 不仅有IPO不审行不行的疑问 也有千万不能以买彩票的心态来买股票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劝告 这些话都成为此后发行制度改革 保护中小投资者系列举措的先生 2011年12月 郭树清在某论坛上 以偷白菜类比内幕交易 称小偷从菜场偷一颗白菜 都会遭到大家的谴责 但若有人从成千上万股民口袋中掏钱 却往往不会被人发掘 此后证监会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 数量大幅增加 打击对象也从上市公司高管 扩大到了保健人 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官员 如广东中山市前市长李启鸿案 中心证券宝贷谢丰华和华泰证券 安雪梅夫妇案等等 郭树清执掌证监会的两年多时间里 坊间议论分支塔来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改革新政成为公认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指数仍然是股民打分的标准 和改革举措持续推出的热火朝天相比 股指击中难返 郭树清上任前的2001年10月28日 上证宗旨报收于2473点 2013年2月22日上证宗旨报收于2314点 其中更于2012年12月创出1949点的新低 这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 就是说指数和政策 政策证监会不能够承担政策任务 不能够承担这个指数的任务 指数的掌揭跟我政策的推出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我政策只是说如何对我们的发展市场 市场的下一步建设更有效 这是我政策推出的基本 而不是说我指数要一步一步涨高 今天2500明天2600后天2700 不是这个目的 尽管成熟的投资者不会以指数考核郭树清 但市场期待的更加彻底的改革 似乎是还没有到来 自2012年9月28日以后 中国A股再无IPO 这导致在排队通道中的擬上市企业迅速的堆积 一度达到800余加 为了化解艳色糊的难题 政策会发动IPO财务打架行动 政策会的发审监管也从事中事后变成了事前 有评论认为 发行制度改革就是要淡化监管机构 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 让市场去做市场应该和可以做的事情 要实现这一目标 仅靠证监会意价值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法律的完善和相关制度的健全 就是所谓阳光发生或者是这个叫做 注册制啊 就是西方的那个 它很多是建立在 这个国家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高效完备的法律体系 做支撑 就是它不仅仅是这个 证监会的一个过程 它实际上这个 它的背后是要有 就是要求这个国家要有一个高效 要有一个连结 要有高效率的这样一个 一个法律体系 中国恰恰是这方面是 是比较缺失的 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就是 那不是证监会自己能够 它本身自己能够解决的 只要仍维持审核的形式 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 就不能认为功成名就 放弃IPO审批这一巨大权力 从实质性审批 转向程序性审核 意味着证监会 从帮助投资者选美 转变为帮助投资者抓坏人 意味着改革不仅仅改市场 证监会自身同样需要转型 也正因为其困难程度 这一改革被称作 灵魂深处的革命 对于郭树清来说 这同样命令阻力 它现在最大的障碍 是在于它如何能够 在证监会内 在监管机构内部 去推动这个市场化 因为证监会内的 就是说它个人的思想 其实是比较开放 比较市场化的 这个思想如何能够 在证监会内贯彻下去 并且比较有效的贯彻 不受阻挠的 不会打折扣的 不会被使暗 这个使点小猫腻在里面的 1991年10月 时任国家纪委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的郭树清 参加了在中南海 举行的座谈会 一同出席座谈会的 还有吴敬莲 刘国光 张桌元 周小川等人 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 郭树清的发言 全面而且犀利 直指苏东国家 经济体制的弊端 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 抓稿太多 这轮座谈会 后来被认为 酝酿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倾向性 提法 如今 证券监管击毙颇深 改革既不可以怠慢 也不可能迅速地完成 改革的成败 不仅取决于 证监部门主政者 选定的路径方略 更取决于 其他部门的理解和配合 取决于 更高决策者的坚定支持